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的内容可谓是精彩绝伦 让我们直奔主题 快来看看最近的商业新闻和市场动态吧 京东集团在第三季度报告中收入高达2604亿元 这可不是小数字 小米也不甘示弱 投入55亿元于制价研发 未来或许要进军汽车市场 三德利的业绩预期也应夏季需求上升而调整 海底捞则推出新考串店 让人垂涎欲低 京东物流的表现同样亮眼 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 让人忍不住想知道快递小哥是不是变成超人了 而在股市方面 中金公司却发生了减持的风波 海尔经营清仓1.06亿股 套现38亿 这让市场一阵震惊 不仅如此 美股的重磅数据公布后 三大指数全线下跌 中概股更是遭遇重挫 真是让人不经心痛 今晚的消息可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各大企业和股市的动向都在变化 未来的市场究竟会如何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但是呢 今天的这股疯狂劲 也就像过山车一样 总是会有个头的 大家要记得 无论市场怎么变 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健的投资才是王道 不要被眼前的风吹草动给弄得晕头转向 说到过山车 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游乐园玩过 那刺激劲可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但回头想想 这不就是股市的真实写照吗 涨涨跌跌跌跌涨涨看起来吓人 其实只要你稳住心态 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 那就没啥好怕的 再说说那边的美国 最近的数据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劳工统计局的PPI数据一公布 市场预期和实际数据之间的差距 就像是个调皮的小孩 总是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也正是这些数据 让交易员们的小心脏 总是被刺激的扑通扑通的跳 至于美股的未来 别看现在跌的那叫一个酸爽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可是依然信心满满呢 他们瞧着手里的现金 就跟看着金山银山似的 觉得未来的机会还多的是 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需求 就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 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当然了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表现 更是让人心花怒放 逆势大涨超5% 这下那些芯片股也跟着蹦高了 哎呀真是让人心生艳羡 不过中概股的小伙伴们可就有点惨了 哔哩哔哩大跌超12% 简直让人心疼的不要不要的 达达集团呢也跌了个七婚八素 大家都说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看来真不是虚言啊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就业数据 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虽然比预期少了点 但整体用工需求还是挺稳的 经济学家们一边分析数据 一边喝着咖啡倒也不着急 总之未来的市场还会有很多变数 但相信只要我们保持乐观 终会迎来好消息 今天就聊这么多 大家记得保持一颗乐观的心哦 希望我们都能在这股市的过山车中 找到自己的节奏 稳稳当当 风雨无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京东第三季度 收入2604亿元 实在令人赞叹 尤其是在经济挑战不断的情况下 这样的成绩显示了其强大的市场适应能力 京东物流的巨大成功 也证明了其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出色表现 而这些成就 也为股东们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净利润上涨47.8% 简直就是在给股东派红包 可以说 京东不仅在电商领域稳扎稳打 还在物流和技术创新上有着长足的进步 京东确实收入可观 但别忘了 这也可能是短期内的繁荣 增长5.1%其实并不算特别耀眼 尤其是考虑到其他科技公司的增长速度更快 此外 京东的物流增长了438.1% 这固然看似惊人 但别忘了 这可能是由于前期基数较低 如果物流业务的增长 主要依赖于低基数效应 那么这样的增长就未必是长期可持续的 因此投资者还是需要保持清醒 不要被短期数字蒙蔽 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 这是中国绿色转型的一个里程碑 无论是国内市场的需求增长 还是政府的政策支持 都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比亚迪在墨西哥设厂 也是中国车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新能源车不仅环保 还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像极客这样的公司 毛利率达到15.7% 就是例证 这样的发展趋势将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提供新的动力 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固然令人振奋 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风险 首先 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 各大车企都在争夺市场份额 这可能导致价格战的加剧 对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威胁 此外 新能源车的电池技术 充电基础设施等都亟待突破 否则容易陷入瓶颈 至于国际化 面对不同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市场偏好 中国车企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这些都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美国市场的波动不容忽视 但正如数据所示 投资者对美股的未来依然持乐观态度 尽管PPI数据高于预期 这也反映出美国经济的韧性 资金充裕意味着投资者还有实力 推动市场回升 尤其是高科技领域 像阿斯麦这样的公司 凭借创新能力和市场需求 逆势而上 显示了科技行业的强劲潜力 即使短期波动 长期来看市场依然有上行的空间 乐观是一回事 现实是另一回事 美股的下跌反映出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PPI数据显示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这对企业成本和利润都会造成影响 再者 股市的乐观情绪 有时候可能是一种错觉 投资者情绪容易受到短期市场波动影响 华尔街的乐观 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实际的市场增长 况且 科技股依赖于技术创新 一旦技术进步停滞 或者政策环境变化 这个乐观预期 可能瞬间化为泡影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这次辩论中 分别展示了他们对京东 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同看法 这场辩论不仅展现了数据背后的意义 还让我们看到了乐观与谨慎之间的辩证关系 楚天书表达了对京东表现的强烈赞赏 认为其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 仍能创造出惊人的收入和增长 并强调了京东在供应链管理 及物流商的成功 得确 京东的业绩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歧视场势硬能力 然而 谢琪琪却提出了质疑 指出5.1%的增长 在科技行业中并不算特别突出 并且物流的增长 可能受到技术效应的影响 他的观点提醒我们 数字的背后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尤其是考虑到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 与长期可持续性 在谈到新能源汽车时 楚天书再次表达了对行业增长的乐观态度 认为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将推动行业发展 然而 谢琪琪则提出了市场竞争 技术瓶颈及国际化挑战等风险 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他的观点强调了 在欣赏行业增长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 一年被短期的繁荣所迷惑 最后 二人在美股市场的辩论中 楚天书池乐观态度 认为高科技行业仍具潜力 而谢琪琪则对股市的短期波动和通胀压力表示担忧 指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企业的长期增长 两者之间的观点碰撞 让我们看到 在面对市场波动时 既需要对未来保持希望 也应该对钱在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总体而言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 展现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让我们深刻理解到 在评估企业和行业前景时 乐观和谨慎并非对立 而是应该相辅相成 未来的投资者和决策者 应该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以做出更理性的判断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你能anger看保育